原创定计 赤手空拳 白手起家创业 我埋头搞研究 搞出了国内首创的产品 老婆搞营销 开始很不顺 老婆妹们跟老婆打抱不平 也跟老婆爸爸搬了脸 跟我们一起创业 老婆不善于跟人打交道 你们却很灵活 很会搞关系 在一妹的经营下 我开发的产品 慢慢打开了销路 企业也有了起色 这时 老婆却因腰出了问题 瘫痪了 真是无路偏欲连英语 老婆腰以下完全没有知觉 我工作也忙 公私 家里完全靠一妹操持 老婆看到自己 不能敬妻子的责任 又是我们的拖累 几次想自杀 都是因为 掏心拔干的排解 才慢慢的闪开了许多 一妹看到我为公司家里掏心 也是尽力关心我 一来 二往 我们就有了感情 想到老婆为我跟家里搞班了 跟我吃了那多苦 还有这一片片地 我怎么也不能对不起她 一妹深爱着我 人家怎么跟她介绍对象 她也不见 是司徒我不嫁 老婆倒是很通达 知道自己不能紧到妻子的义务 也要跟离婚 劝我跟一妹结婚 为这事已经闹过多次 老婆说 我如果不跟她离婚 跟一妹结婚 她就要自杀 我现在是左右为难 朋友们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